带你们看看养老院的餐厅 老人吃的怎么样 一顿花多少钱 这不到十点半 老人就开始过来吃饭了 看个今天中午的饭菜 鱼香肉丝 炒豆芽 萝卜丝 蒜排 角瓜炒肉 香酥小酥肉 小龙虾 吃哪个拿哪个 豆泡炒肉 这个葡萄看起来还有食欲 西兰花 木须肉 这是个凉菜 豆皮 猪皮冻 猪头肉 带鱼肉 这是手工做的吗 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窝头 真漂亮 这是什么 这是山中特产菜豆腐 老人最喜欢吃 这碗多少钱 五百六块 六块 营养健康 这个窝头 这是手工窝头 我们先包的 先蒸的 有什么材料 扎凉啊 对 蒸饺 馒头花卷 枣糕 来个这个 还有这个肉包子 这个老面包子 真的挺有食欲的 这大鸡腿也是19块8一斤 对 称重啊 称重的 我要车 我要车 我的天哪 这不赔死了 这还有一些菜品 没摆上去 菜都是油菜 那是炒的是鱿鱼吗 豆腐 这期中午还有馄饨呢 对 为了响应老人的需求 我们呢 从现在开始 就推出手工的环段 手工的水饺 还有手可面 让老人能够多口的吃到 健康营养的食材 从这边开始 这些所有的菜呢 都是19块8一斤 不论荤素 都是19块8一斤 像这个龙虾 外面都得50多一斤 然后这个区域的主食呢 都是领算的 每个都有各自担架 这个是不称重的 今天这又上红烧鱼了 红烧鱼那天我拍过 说是小的28 大的38 自己做的烧鸡啊 自己卤的 自己卤的 哎呦 要不中午弄一天 弄一只 弄一只尝尝 多少钱一份啊 38 38一份 整只鸡吗 哎 半只 半只 对 嗯 要了两份吗 哎 叔叔 一切都吃了两份红烧肉 不得不说 这个红烧肉看着很有食欲 对 挺好吃的 吃了吃了 就为了招待客人 买了20个老面包子 哈哈哈 我又碰到您了 说 上次喝了个好酒 然后今天中午要喝 老娘不喝 您陪着这个老母亲过来养老 对对 嗯 看看这些多少钱 一个窝头一个那个丝高 这些一共38块钱 41块8哈 拿卡给我 哦 比那天中午便宜啊 拿出来多哈 那天多哈 今天少了今天 遇到了一位粉丝 我看看你俩中午吃的什么 有那个 炸刀鱼 炸刀鱼 肉丸子 小酥肉 肉丸子 菜豆 还有豆腔 这是木须肉 木须肉 哎 那个是什么 还有鱿鱼 哦 那是鱿鱼 嗯 挺好的 这些花多少钱呢 三十多块钱 行行行 你们吃 你们吃 这是遇到 遇到粉丝网友了 才住了 才住了半个月 没错 订了一个月 啊 准备体验天 过来体验天 我感觉 因为你们感觉看起来还很年轻啊 看起来很年轻啊 七十 七十 嗯 就 从 我听口音是天津的 没错 啊 天津是 每年夏天来这儿避暑最合适 其实 我们三人一趟 对对对 你拿出来哈 阿姨 您几个人吃啊 两个人 两个人 这个是什么 我看看这个 你看看 两块五 这是一块五 这是四块 这是五块钱 你拿好五块 这是二十 二十再加一个 猪头肉 小龙虾 小酥肉 猪皮冻 这些二十五块七 然后还有一份红烧肉 一共是 一共花了四十五块七 前两天我也拍过这个早餐 但是具体的价格没跟大家讲过 好像 你看这个 叔叔阿姨早上好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餐有 豆腐脑两块五 豆浆一块五 油条两块 麻团两块 老面包子两块 各种粥类 不论什么粥都是一块五 鸡蛋一块 小菜一块 八宝粥两块 炒菜四块 玉米四块 嗯 这是早餐的 你看这边的 是他们晚上的菜 晚上的话就不称重了 晚上的话就是自选餐 按份卖 绿豆芽四块 粉皮炒鸡蛋五块 有鸡花菜 五块 菜价是真的不高啊 干扎里脊才八块 炸刀鱼 十块钱 有六块 真是不贵 好了 我也要开始吃饭了 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